雲林斗六有一家園芋店三個月內連遭小偷光顧了兩次 先是去年十二月被男子偷走兩盆要價千元的盆栽 沒有想到九號的身又有一位 身穿著比丘泥裝扮的嫌犯 搜刮了八盆盆栽落跑 估計損失四千元 監視器拍下證明身穿比丘泥服裝戴著墨鏡的嫌犯 九號深夜跑到雲林斗六的植栽店前 近一年偷走八盆盆栽 也讓業者氣到報警 位在雲林斗六的園芋店正在整修 等三個月內已經被偷第二次 去年十二月一名嫌犯 看中兩盆價值千元的高價盆栽 直接載走 目前已經遭查契盜案移送偵辦 店家也因此貼上公告 表示有裝設監視器 請民眾自重別再偷了 但沒想到這回蕭曉又來 業者無奈PO文 像說可能是斗六市被偷最多次的植物店 大概八盆左右吧 大小盆 估計大概四千多塊吧 這名神傳比丘林裝扮偷盆栽的嫌犯身份究竟為何 警方已經鎖定特定對象追查中 如果查契盜案也將一切到最嫌 移送偵辦 解放中城 雲林報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